朋友们大家好 上一期我们提到了 怎么样去促使花园分化 我们经常用到的 促使花园分化 有两种 第一种是变氨基嫖零 第二种是耐乙酸 大家一般把耐乙酸 只认为它是一种生根类的 内源激素 实际上它不单是具有生根的作用 它都具有促使 花园分化的作用 促使细胞分裂 这样的一个作用 但是变氨基嫖零和耐乙酸 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这期我们来聊一聊 第一点就是 如果说您种植的是椰菜类的 我建议您首选可以去采用耐乙酸 因为耐乙酸 它的最主要的一个作用 除了促使生根之外 另外就是 它可以抑制 不管是椰片 还是果实 这个脱落酸的一个形成 所以说呢 如果说您种的是椰菜类的 或者是像这些番茄呀 瓜果类的 那么在前期的时候 你可以去使用这个耐乙酸 但是一旦转色以后 我就不建议 你再去喷洒这个耐乙酸呢 我建议呢 您可以直接去使用这个 变氨基嫖零 所以说咱们朋友们呢 就是说 在使用不管耐乙酸 还是变氨基嫖零的时候呢 一定要分清 我种植的是 什么样的一个作物啊 它需不需要这个转色 如果说不需要转色 您就去选用耐乙酸 如果说它需要转色 那么我首选 变氨基嫖零 如果说实在想用耐乙酸 那么您可以在果实的转色之前 去使用耐乙酸 果实转色之后 就不要再使用耐乙酸了 好了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